接著進場的是日華議員墾談會 也就是日本國會跨黨派議員聯盟 及立法院台日交流聯誼會 共同組成的遊行隊伍 日華議員墾談會 是由約270位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 所組成的友台議員團體 成立於1973年 今年侍逢創立50周年 該會長久以來在台日實質交流上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歡迎你們 日華議員墾談會 向來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等 國際組織 現任會長苦物歸司眾議員 最近大家應該有印象 他以台語講了這句話 他說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也就是用這句台語 展現對台灣權力相挺 讓大多數台灣人民 真的是深受感動 日華議員墾談會也付諸行動 去年還從宜蘭縣跳望約110公里的日本宇納國島 今年再從宇納國島搭船造訪台灣 深切體會到台灣有事 等同日本有事 我們也請台上的貴賓和現場的朋友們 跟他們揮揮手 歡迎你們 其實看了相當感動 凹凱揮揮舞者中華民國國旗 日本國旗 還有舉著立牌 寫著日本與台灣 齊心同行 今天他們代表日本 向台灣誠摯祝賀 112年的雙十國慶 以後也會和台灣 共同為世界的和平 一起努力 國務會長美年帥 日華議員肯譚會祝賀團 來台慶祝我國國慶 並與我國立法委員 一同參加大會的遊行 彰顯出台日深厚友好情誼 不管是日華肯 還是立法院台日交流連儀會 在台日國會外交 對日關係建立與發展上 促進了台日產官學界 以及民間社團 綿密持續的互助合作 讓台日兩國成為 緊密而真誠的夥伴 謝謝古屋龜絲會長 所帶領的日華議員肯譚會 祝賀遊行隊伍 吉利法院台日交流連儀會 讓我們台日有好精神 能繼續下去